以前那個朱凱翔不是你同事嗎 對 那個有 對有怎樣嗎 但是 他從來沒有對我怎麼樣 對 那你有聽過他的行為 一些行為 花邊機 有 但是我們都不會當面去求證 就是耳聞 那 那 至少我自己沒有 遇過 以前那個朱凱翔不是你同事嗎 對 那個有 對對有怎樣嗎 但是 他從來沒有對我怎麼樣 對 那你有聽過他的行為 花邊機 有 對 但是我們都不會當面去求證 就是耳聞 那 至少我自己沒有遇過 耳聞大概有多久之前 十年前那個我們過 應該沒有到十年前這麼久 應該是這五六年的事情 有聽一些人家在講 可是因為我們自己不是當事人 也 就是你聽聽之後 你就讓他過去 你不會 我不會再做那個轉述出去的人 因為我不曉得對方的 新墨家裏片出的真實性能一樣 對 那這次是因為有當事人 自己出來還原狀況 所以我覺得你們 可能聽來聽去 也許資訊不是太正確 你就會看當事人的書 你聽到的是類似網友 類似打嘴炮的這種騷擾 還是有比較行為式的人 因為 因為他蠻早就結婚了 所以說如果跟未婚的女生 還有在來往的話 就算不用什麼打嘴炮 或者是真的肢體痛處 都 都不是他 都可能會很容易被說閒話 因為他結婚了 會不會很興奮 很容易被說 嗯 我覺得他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蠻堅強的錢費 而且他其實在公司 嗯 不太聊自己家裡的私生活 嗯 然後 這次他懷孕我也都很非常高興 嗯 然後 就是 他老婆跟他懷孕 就是他老婆已經懷孕了 還鬧出這樣的 新聞 對 對 嗯 嗯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 因為 最了解的他先生呢 就是他本人啊 畢竟他們結婚那麼多年 所以 我覺得他們自己在家裡 應該有經過一般溝通 嗯 就是 心疼 就 本來 我覺得一個孕婦 每天要這樣子 穿著那麼緊的衣服 然後參觀一些工作 他就已經很辛苦了 所以本來就會對他就是很 尊重 會很心疼這樣子 嗯 對 他之前請人家 那些文件很奇怪 所以他工作也蠻少請人家 喔 可是因為他現在肚子真的蠻大 所以可能真的會有一些安胎 或是什麼方面的需求 可能是因為剛好時間點啦 會讓大家可能會做文章 不過我覺得大家應該不用想那麼多 可能 孕婦本來就會 時不時就會需要請假 那你之前有關心小意思嗎 他被說時刻咬的那個 後來有回應 嗯 我覺得這件事情喔 就是親者自親 因為 我覺得那時候 可能 黃子彰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好像聽說他那天喝了蠻多久的嘛 可能有一些放大他的情緒 或是可能用字潛詞沒有那麼精準 所以才會講出那麼多自己以前的朋友 但 不是當事人的人都不會知道他的狀況啊 就是 親者自親 那 S那邊說沒有 我們就會相信是沒有 那有傳訊給他嗎 也沒有 因為我覺得 解他已經出到那麼多年 各式各樣的新聞 大風大浪都見過了 我相信這些事情他都可以自己消化 所以我們就還是正常錄影 出事之後已經錄了嗎 目前沒有 因為呢 這個又是巧合 就是我們本來端午節那一週就是停錄 並不是因為發生了風波之後 才取消錄影 所以我們這週是正常錄影的 喔 這個應該會進行 對 出事後就會開始第一次錄這樣子 對就是 那天焦哥的發言之後 那一週本來就是停錄的 所以沒有 不是這樣子的關係 嗯 那你之前有開刀 後來還好嗎 喔 我之前開刀 第一個手術很順利 接下來我是要 九月再進行第二個手術 然後這時候我又要呼籲了 我是呼籲節 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因為子宮肌瘤太大 所以我必須打荷爾蒙針跟吃荷爾蒙藥 讓我的子宮肌瘤縮小 那我目前服用了三個月下來啊 我真的是那個 進入了一個假性更年期 這就是它的副作用 會讓我們提早進入更年期 但是當然針 停針或是停藥之後 我們還會回復正常的狀況 但是假性更年期真的讓我好不舒服喔 我會這樣子一個小時坐在那邊 我啥事都沒做 我就背後發熱冒汗全身冒汗 然後再來五分鐘之後再發冷 然後過一陣子再冒汗 我常常會有經歷到這樣子的什麼 倒汗燥熱的感受 然後整個人也會變得比較難睡跟急躁 我常常有時候醒來半夜 半夜是全身冒汗的驚醒 所以我就會覺得 大家不要再去批評一些 比較中年的女生說 啊 那種更年期來了啦 其實沒有經歷過更年期的人 真的沒有辦法去理解那些 中年婦女的身體上的不舒服 所以我會覺得 不要亂去講女生 啊 更年期是不是怪不得那麼暴躁 其實我覺得這句話也是很失靈的 所以我會覺得自己也會有關門 我會覺得自己有關門 我會覺得自己有關門 我是一個人的朋友 那種旅遊 那種旅遊 又我會覺得自己有關門 你會覺得自己有關門